1954年8月22日傍晚 日本吉野市的一家照相馆内 走进来一位容貌俊美的长发女孩 女孩随后向照相馆的摄影师赵叔 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拍摄要求 她希望赵叔能给自己的姐姐和姐夫 拍摄一组夜间结婚照 不过拍摄地点暂时不方便香港 等到今晚9点 会有人专门来接摄影师前往目的地 摄完 女孩还提前支付了一大笔拍摄费用 当晚9点整 一名满脸胡须的高壮男子 驱车来到照相馆 接上摄影师赵叔前往拍摄地点 赵叔是照相馆老板老赵的儿子 父子俩在吉野市经营照相馆已有多年 像今晚的这种外出夜间拍摄的情况 此前并不多见 抵达目的地后 赵叔惊恐地发现 此次结婚照的拍摄场地 居然是一处远近闻名的废弃凶宅宅 8年前 曾有一名女子在这树宅邸上吊自杀 因而这里也被周边的居民称为吊警之家 赵叔见此情形 壮着胆子 硬着头皮开始了拍摄工作 参与拍摄的新郎 正是刚才去车厢赵叔接到这里的胡须男 新娘则是白天前往照相馆预约的长发女孩 看来女孩白天说了谎话 她并不是要给姐姐和姐夫找摄影师 而是自己和新婚丈夫要拍结婚照 此时的她 脸上涂着一层厚厚的白粉 没有一丝血色 双眼更是呆之无神 看上去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这让整个拍摄过程显得诡异至极 好在赵叔心理素质还算过硬 最终在明尼奥裤子的情况下 顺利完成了拍摄工作 第二天傍晚 照相馆又接到了一个预约拍照的电话 打电话的人还是昨晚的新娘 拍摄地点仍在凶宅 这一次赵叔带着三名同伴来到了现场 谁知四个人刚一进门 就见到凶宅的房梁上赫然悬挂着一颗人头 死者正是昨晚拍摄结婚照的胡须男 那么到底是谁杀害了这位新郎呢 而在此之前 新郎和新娘又为何非要在一栋凶宅里拍摄结婚照呢 因众多小伙伴们的要求 天成再次给大家更新一集 日本推理大师横钩正式的 惊天一根柱探案系列 今天带来的故事叫 医院泼血案 又名医院泼掉井之家 跟我们此前解说的玉门岛八木村 恶魔吹着笛子来 恶灵岛等作品一样 这又是一个涉及伦理奇情 家族丑闻和神秘谋杀的离奇故事 被称为是横钩正式的极大城之作 由于故事中的人物关系极为复杂和混乱 小伙伴们请您神摒弃 听我慢慢道来 故事呢 还要从名侦探 今天一根柱的一次出国度假说起 今天一有一个特殊的癖好 那就是每破一桩米案后 就会找一处舒适的地方 隐居休养一段时间 这一次 他选的度假目的地是美国 临行前 金田一特意从东京来到吉野市 向一位多年老友辞别 并在老友的推荐下 来到当地的一家照相馆拍摄护照照片 这家照相馆除了上了年纪的老板老赵外 还有两名员工 分别是摄影师赵叔 以及一位日美混血的年轻学徒 其中赵老板和摄影师赵叔是一对父子 在得知前来拍照的金田一 是一位屡破其案的名称探后 赵老板便跟他提起了自己最近遭遇的一场危险 原来 在距离照相馆不远的地方 有一处斜坡 很多年前 曾有一家私立医院坐落于斜坡之上 因而 这处斜坡也被人称为医院坡 如今 那家私立医院早就搬走 只留下了几栋废弃的建筑 几天前 赵老板闲来无事 跑去医院就职闲逛 那是他刚推开医院大门 就险些被一只从屋顶掉落的巨大铁柱风铃撒中 赵老板不知道 这只是一场意外事故 还是有人要蓄意谋害他 所以 想请金田一帮忙查查此事 金田一对这种平平无奇的案件毫无兴趣 所以 在拍完照后 敷衍了赵老板几句 便告辞离开了照相馆 金田一前脚刚走 照相馆里就来了一位年轻俊美的女顾客 正是我们开篇提到的那位长发女孩 当晚 摄影师赵叔按照女孩的要求前往凶宅 给女孩及其新婚丈夫拍摄了结婚照 第二天傍晚时分 金田一再次来到照相馆取照片时 赵叔便将自己昨晚在凶宅拍照的经过 全都告诉了对方 同时还补充了一些细节 原来 内栋凶宅也建在医院坡上 紧邻着私立医院就职 这两处房产原本都是当地医学世家 法眼家族的财产 昨晚 驱车将赵叔带到凶宅的胡须男 自称是法眼家族的远旁亲戚 以前曾在凶宅住过一段时间 所以才想跟新婚妻子在那里拍摄一组结婚照 以示纪念 当时 胡须男在将赵叔领到凶宅的一个房间门口时 声称自己要去里面布置一下 让赵叔在门口稍等片刻 赵叔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直到听见胡须男在里面呼叫自己 才推门而入走进房间 进入房间后 赵叔看到胡须男站在一扇金色的屏风前面 他的身旁意味着坐在椅子上的新娘 新娘目光呆滞 摇摇晃晃 如果不是被胡须男扶着肩膀 新娘几乎就要歪抖在地 此外 这对新人头顶的天花板上 还悬挂着一只铁柱的小风铃 胡须男特别提醒赵叔 在拍照时 一定要将这只风铃也拍进照片 因为 它是他们家族的珍贵之物 有着特别的含义 在讲完昨晚的拍摄经过后 赵叔又将刚刚起初的照片 拿给金田一查看 照片上的新娘果然眼神呆滞 看上去料无生气 金田一一时之间也想不通其中缘故 倒是照相馆的年轻学徒脑洞大开 让金田一开拓了思路 学徒认为 新娘如此表现 很可能是被人提前注射了麻醉剂 照相馆的赵老板 在瞅了一眼新娘照片后 总觉得有些眼熟 昨天 新娘前来照相馆预约拍照时 赵老板一直在屋里忙活 并没有跟新娘打照面 现在 看着照片上的新娘 赵老板四来想去 觉得她很像法眼家族 如今的当家主母 弥生太太的女儿 阿湘 赵老板年轻时 曾给法眼家族拍过很多照片 对这个当地医学世家 也算比较熟悉 就在金田一和赵老板说话间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打来电话的人 正是昨天预约拍照的新娘 新娘此次打电话的目的 是希望摄影师赵叔 今晚九点再去凶宅 专门给房间里的风铃 拍摄一组照片 这通电话勾起了 金田一的强烈好奇心 于是 她决定跟赵老板父子 一同前往兄宅看看 当晚九点 赵老板父子 年轻学徒和 金田一四人 一起来到兄宅 这里此时一片漆黑 四人只能打着手电筒 跟着比较熟悉情况的赵叔 来到昨晚拍摄 结婚照的房间 结果惊恐地发现 原本悬挂风铃的位置 此时赫然挂着一颗 随风飘荡的人头 场面极为害人 死者正是 昨晚拍照的新郎 胡须男 金田一等四人 历时全背下的魂不附体 就在这时 房间的角落里 猛地冲出一个人影 禁止奔向屋外 年轻学徒 眼明手快 立即扑上前 将可疑之人制服 第二天一大早 警方对案发的凶柴 进行了封锁 负责办理此案的是 当地警局的 等等例警部 此时 金田一已将现场 详细勘查了一遍 并没有找到 死者胡须男的尸身 现场唯一有用的线索 是和人头悬挂在一起的 一张纸签 纸签上写着两句打油诗 大意是夸赞 一位名叫东子的女人温柔贤淑 由于案发的凶宅 是法眼家族的旧宅 因而 等等立警部 将法眼家族的当家主母 弥生太太 也叫到了现场 弥生太太今年50多岁 但保养得当 看上去也就40出头的模样 与其同情的 除了她的女儿阿湘外 还有准女婿阿兰 以及阿兰的母亲 兰夫人 阿兰既是阿湘的未婚夫 其实也是阿湘的表弟 她和母亲 目前借住在弥生太太家中 照相馆的赵老板 随后向警方提供了死者 前晚与新婚妻子拍摄的照片 包括惊天一在内的所有人 在看完照片后 都觉得 上面的新娘 就是弥生太太的女儿阿湘 但弥生太太却坚决否认 结婚照上的新娘 是自己女儿 并表示 阿湘前天和昨天晚上 一直都在家中 从未外出过 至于死者胡须男 弥生太太则声称 从未见过此人 对方也不是法眼家族的远房亲戚 同行的阿湘 以及蓝夫人母子 随后也都证实了 弥生太太的证词 见法眼家族的四个人 提供不了任何线索 等等丽警官 只好放任他们离开 好在 昨晚惊天一等人 还抓住了一名可疑人员 此人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名叫吉哥 吉哥自称 认识死者胡须男 和照片上的新娘 据他交代 胡须男名叫山内敏男 新娘名叫山内春雪 两人虽然姓氏相同 平时也以兄妹相称 实际上并无血缘关系 吉哥 敏男 以及春雪 都是同一个爵士乐队的成员 吉哥是吉他手 敏男是萨克斯手 春雪是乐队主唱 除了三人之外 乐队里还有一位独演的鼓手 四个人常年的主要工作 是给驻扎在日本各地的美军 慰问演出 三天前 四人才刚来到吉野市 昨天晚上 吉哥发现敏男和春雪 没有按时到场演出 于是才只身前去凶宅 寻找两人 吉哥事先知道 兄妹俩有在凶宅拍摄照片的计划 他此前还帮两人 修好了那里的照明设备 哪知 昨晚他赶到凶宅时 竟看到闽南的头颅 挂在天花板上 吉哥还没从惊吓中缓过神来 金田一等四人就赶到现场 勿将他当成凶手抓了起来 在交代完自己为何出现在命案现场后 吉哥又将警方 领到了闽南和春雪的临时住所 这里是一处位于郊区的飞起小屋 屋内此时停靠着一辆破旧的卡车 卡车的车厢里 有一滩血迹和几把燃血的砍刀 看来这里才是凶手杀害闽南 并砍下其头颅的第一现场 但警方在小屋及其四周 仍然没有找到闽南的尸身 也没有搜寻到春雪的踪迹 甚至砍刀上的指纹也已被人擦进 现场唯一的线索 是一串清晰可变的血脚印 从话文来看 留下脚印的人 应该穿着一双男士军靴 这让吉哥历史想起了 自己乐队里的独眼鼓手 这家伙平时就酷爱穿军靴 而且他一直爱慕春雪 还因此跟闽南发生过激烈冲突 他的一只眼睛就是在冲突中被闽南刺瞎 根据吉哥的这个说法 除了失踪的春雪之外 这个独眼鼓手显然也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在吉哥的指引下 等等立警部随即找到独眼鼓手 并将其带回警局盘问 独眼鼓手承认 前天晚上十点多钟时 自己曾去过郊外的废弃小屋去找春雪 但在那里 他并没有见到春雪 也没见到闽南 只看到了停靠在小屋内的卡车车厢里 有一大滩血迹 自己的脚印应该就是当时留下 就在等等立警部盘问独眼鼓手的同时 法医对闽南头颅的检查也已有了结果 闽南的头颅 大概是在前天晚上十点左右被人切下 换句话说 闽南和春雪在拍完结婚照的当晚就遭人杀害 并且在闽南遇害的第二天 春雪仍旧打电话到照相馆 预约摄影师拍摄风铃照片 这才使得赵老板父子和金田一 发现了闽南的头颅 看来无论如何春雪都跟闽南之死脱不了干系 等等立警部据此推测 应该是春雪和独眼鼓手联手杀死了闽南 这是一起典型的三角链情杀案件 春雪如今不知去向 显然是畏罪潜逃 但对案件一直冷眼旁观的金田一 却觉得事情并没有怎么简单 首先 如果只是普通的情杀 凶手为何手段如此凶残 非要将死者闽南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屋顶呢 其次 如果是春雪和独眼鼓手合谋杀人 那么为什么只有春雪一个人畏罪潜逃 而独眼鼓手却跟没事人一样呢 此外 和闽南头颅挂在一起的那张 写有打油尸的纸签 又有何身衣呢 尽管警方并没有要求金田一协助查案 但痴迷于破解谜案的金田一 还是决定自备干粮 查出此案的真相 并且 他凭直觉 总觉得闽南之死 跟八年前的那起女子自杀案有关 如前所述 八年前 一名女子在法眼家族位于医院坡的宅邸上吊自杀 这处宅邸后来被周边居民称为吊警之家 如今 闽南的头颅被人发现吊在吊警之家的天花板上 这两起跨越八年的案件 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想到这里 金田一翻阅了当地八年前的旧报纸 果然找到了一条相关信息 原来 当年上吊自杀的女子名叫山内东子 恰好跟闽南和春雪是同一姓氏 别忘了 闽南和春雪的全名分别叫山内闽南和山内春雪 此外 跟闽南头颅挂在一起的纸签上 写有两句打油诗 打油诗的内容 是夸赞一位名叫东子的女人温柔贤淑 看来 八年前上吊自杀的山内东子 很可能就是纸签上提到的女人 由于报纸上并未登载 东子自杀案的具体细节 金田一只得找到当年负责办案的老刑警 询问案件情况 据老刑警回忆 自杀身亡的山内东子 是现如今的法眼家族当家主母 弥生太太的丈夫 卓野包养的外事 春雪则是卓野和东子的女儿 也就是说 弥生太太的女儿阿湘 跟春雪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难怪两人长得如此相像 以至于除了弥生太太外 所有人都将结婚照上的春雪 错当成了阿湘 至于跟春雪拍摄结婚照的闽南 是东子的前夫和原配妻子的孩子 东子的前夫在和东子结婚后不久 就在战场上当了炮灰 而前夫的原配妻子 此时也因病离世 留下了年仅两岁的儿子闽南 东子见闽南无父无母实在可怜 就以继母的身份将其收养 后来东子做了卓野的外事 并为其生下了女儿春雪 正如吉哥此前所言 闽南和春雪名为兄妹 实际上并无血缘关系 老刑警还告诉靖田一 弥生太太的丈夫卓野 也就是春雪的亲生父亲 并不是发眼家族的嫡系血脉 而是弥生太太的舅舅 发眼铁马领养的孩子 因而卓野在家族中的地位 远不如他的妻子弥生太太 正因为如此 卓野始终没敢将东子和春雪母女 接回家中居住 大约在十年前 也就是1944年的时候 美军对日本进行了持续九个月的大空袭 不仅卓野在空袭中被炸死 法眼家族的老宅和私立医院 也都在空袭中损毁严重 幸存的弥生太太 于是带着女儿阿湘搬离了医院坡 八年前 东子之所以跑到法眼家族的老宅旧址 上吊自杀 大概是想着跟新上人卓野死在同一个地方 由于东子自杀之前并未留下遗书 因而老刑警始终没能查清楚 其自杀的真正原因 但他猜测此事应该跟卓野的政绩有关 因为东子在上吊之前 曾经前往法眼家拜访过弥生太太 或许是弥生太太对东子口出恶言 致使东子寻了短见吧 此外 老刑警还向金田一透露了自己的另一个猜测 他认为 跟闽南头颅挂在一起的纸签上的打油诗 应该是出自卓野的手笔 卓野生前就酷爱写诗 据说还出过诗集 就在金田一的调查取得进展之际 警方居然公开宣称案件已经告破 原来 等等另一警部收到了一封来自春雪的认罪信 春雪在信中承认 是自己杀死了闽南 因为闽南对他日久生情 扬言非他不取 虽然春雪和闽南并无血缘关系 但从小到大 春雪都将闽南当成亲哥哥 对其毫无男女之情 哪知 闽南为了逼迫春雪就范 居然给他注射了麻醉剂 并操控着他拍摄了结婚照 当作两人成婚的证据 春雪清醒之后 跟闽南爆发了激烈争执 并在圣怒之下 失手杀死了对方 闽南在临死之前 请求春雪将其头颅割下 挂在法眼家的旧宅里 也就是东子上吊自杀的地方 闽南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一是想与死去的继母离得近一些 二是顺便恶心一下弥生太太 从小无依无靠的闽南 一直将继母东子 视作亲生母亲看待 他也怀疑 继母是受到了弥生太太的侮辱后 才寻了短见 所以才在临死前 想通过这种方法 替继母出口恶气 春雪在认罪信的最后表示 为了赎免失手杀死闽南的罪行 他将会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自我了断 跟随母亲和闽南而去 等等丽警部在抽到信后 随即让吉哥和独眼鼓手 鉴定了这封信的笔记 两人一致认为 认罪信确实出自春雪之手 等等丽警部 这才对外宣布案件告破 接下来 警方只要搜寻到闽南的尸身 以及杀人凶手春雪的尸体 可以圆满画上句点 景田一当然不认同警方的这一结论 按照春雪信中的说法 他是在被注射麻醉剂之后 被闽南操控着 完成了结婚照的拍摄 既然如此 春雪又为何在白天时 主动跑去照相馆预约拍照 此外 闽南和春雪 都是由冬子一手抚养长大 而冬子是卓也包养的外事 按照常理 作为卓也证实妻子的弥生太太 应该见过 至少是听说过 闽南和春雪的存在 毕竟男人包养外事 在当时基本都是半公开状态 但案件发生后 弥生太太在看到 闽南和春雪的结婚照时 却坚称 从未见过两人 显得不合常理 实际上 景田一甚至怀疑 冬子当年也不是自杀身亡 根据时间推算 冬子自杀时 他的亲生女儿春雪和养子闽南 都只是十岁左右的孩子 作为一位母亲 有可能在受了点委屈后 就忍心抛下 两个半大的孩子 自询短见吗 景田一越想越觉得 法眼家族的那位当家主母 弥生太太可疑至极 于是 他干脆直接拜访了弥生太太 并开门见山地将其询问 冬子当年自杀的情况 弥生太太承认 冬子在自杀前 曾经来过法眼家 但当天 他本人刚好不在家 是他的女儿阿湘接待的冬子 阿湘当时刚满17岁 正值青春叛逆期 所以 对于父亲包养的这名外事 自然是恶言相向 等到弥生太太回家后 冬子早被阿湘骂出了家门 也就说弥生太太根本不知道 冬子当年因何事登门 不过他猜测 应该是丈夫卓也死后 冬子母子三人失去靠山 生活困苦 这才跑来向法眼家族寻求帮助 不久 弥生太太就听说 冬子在自己家旧宅上吊身亡 而阿湘对他的辱骂 很可能是重要的诱因 弥生太太不想将女儿牵扯进案件里 也就对警方隐瞒了部分真相 冬子死后 心生愧疚的弥生太太 曾一度想着将闽南和春雪 接回家中照顾 但闽南和春雪那时已不知所踪 弥生太太只好作罢 他之所以不认识结婚照上的 闽南和春雪 是因为此前确实从未见过这两个孩子 惊天一对于弥生太太这般说辞 将信将疑 接着 他又向对方索要卓也的诗集 希望能从诗集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结果被告知 卓也的诗集早在十年前 就已在空袭中全部被毁 就在惊天一准备无光而返之际 等等力警部也突然来到了法眼家 原来当地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死者居然是照相馆的赵老板 今天早些时候 照相馆接到了一个预约拍照的电话 客户在电话里指定让摄影师赵叔 带着年轻学徒前往约定地点 可两人在约定地点等了很久 也没等来客户的身影 等到他们不明所以地返回照相馆时 就见到赵老板被人砸伤头部 溺死在了暗房的水池里 可见是凶手故意支走赵叔和学徒 并趁此机会杀害了赵老板 当时的年代 照相馆里使用的大多都是玻璃底片 凶手在杀死赵老板后 还打碎了很多底片 这些底片全都是照相馆 以前给法眼家族拍摄的照片 显然是其中的某一张 或者某几张照片中 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等等力警部这才跑来法眼家 想要将法眼家以前冲印出来的照片 全部拿回警局细细查看 哪知迷生太太却表示 赵老板的照相馆 以前确实给法眼家族拍摄过很多照片 但这些照片全都在十年前的空袭中被烧毁 一张也没留下 迷生太太的滴水不漏 让等等力警部和金田一双双碰了一鼻子回 不过金田一在听到赵老板遇害后 猛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在第一次前往照相馆拍摄护照照片时 赵老板就声称 自己在法眼家废弃的医院就职 险些被一只巨大的铁柱风铃砸死 并委托金田一调查这件事 金田一当时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现在想来 恐怕是早就有人想要弄死赵老板 想到这里 金田一赶忙拉上等等力警部 一起来到医院就职查看 赵老板当时遇险的地方 尽管已被人清理过 但金田一和等等力 仍然发现了一些安装机关的痕迹 凶手应该是利用绳索 刀片和铁柱风铃等物品 制造了一个简易的杀人机关 当有人推门进入屋内时 刀片就会割断绳索 被绳索吊着的风铃随即从高空坠落 刚好能砸中推门而入之人 只是赵老板当时运气比较好 才看看没有被风铃砸中 等等力警部听完金田一的推理后 马上又有了自己的结论 他认为赵老板之死 应该跟闽南遇害毫无关系 毕竟闽南遇害的案件已然告破 凶手就是失踪的春雪麻 金田一听完等等力警部的分析 感觉自己再跟这货泡在一起 智商恐怕也会被拉低 于是撇下对方 独自来到一家旧书店 想要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找到 卓也当年出版的诗集 结果他的运气不错 还真的找到了一本卓也的诗集 诗集的名字叫《风铃集》 卓也在诗集的序言里提到 这个名字取自冬子珍藏的一只风铃 从诗集的内容来看 卓也不仅深爱着冬子和春雪母女 而且对冬子的养子闽南也关爱有加 诗集中有大量描述 他们一家四口相处的温馨内容 此外 从诗集的内容还可以看出 闽南和春雪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 感情非常之深厚 就算闽南真的对春雪有非分之想 应该也不会违背他的意愿 用麻醉剂操控他跟自己拍摄结婚照 同样的道理 春雪似乎也不太可能 杀害与之感情如此深厚的闽南 奇怪的是 卓也在诗集中 只字未提自己的正式迷生太太 可见夫妇俩的感情相当恶劣 除了记载跟冬子母子三人的生活外 卓也在《风铃集》中 还记录了自己经常前往乡下 看望母亲的情形 荆田一在读完诗集后 经过多方打听 得知卓也的母亲尚在人世 为了搞清楚卓也和正式迷生太太 以及外事冬子之间的真实情况 荆田一花了好几天时间 终于在一处偏远村庄 找到了卓也的老母 并从老太太口中 得知了一些关于法眼家族的秘密 原来 卓也根本不是迷生太太的舅舅 法眼铁马收养的别人家孩子 而是法眼铁马的私生子 铁马以前是一名军医 后来在富商丈人的扶持下 才创办了一家私立医院 铁马的妻子名叫曹子 在他的协助经营下 私立医院越办越大 最终让法眼家族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曹子不能生育 夫妇俩一直没有孩子 所以铁马才将当时 还是医学院学生的卓也 收为养子 可法眼家族的人都知道 卓也其实是铁马的私生子 在和曹子结婚之前 铁马就有过一段恋情 并和女友生下了卓也 在结婚之后 铁马哀于曹子家族的权势 始终没能和卓也父子相认 铁马公开将卓也收养的目的 恐怕是打算让卓也以养子的身份 继承法眼家族的产业 但这件事自然遭到了 曹子及其娘家人的激烈反对 毕竟 法眼家族能够在当地显赫一时 全都是曹子父亲扶持的结果 其中 意见最大的人 是曹子的弟弟曹祥 曹祥是一个不学无术 贪财好色之徒 但却跟铁马的关系非同一般 因为他娶了铁马的妹妹 千赫为妻 也就说曹祥不仅是铁马的小舅子 也是铁马的妹夫 千赫是铁马同父异母的妹妹 人长得十分漂亮 此前有过一段婚姻 不过他的前夫在战争中当了炮灰 无依无靠的千赫 只能带着年幼的女儿弥生 回娘家投靠哥哥 曹祥在姐姐朝子家串门时 一眼就相中了千赫 在他的死缠烂打之下 最终将千赫娶回家中 两人不久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千太郎 这个千太郎也就是弥生同母异父的弟弟 铁马提出收养卓也时 弥生已出落成亭云立的少女 朝祥对自己的这个养女非常看重 他极力阻止铁马收养卓也 倒不是担心卓也以后继承法眼家族的产业 而是另有私心 朝祥当时向铁马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铁马收养卓也的前提 是卓也必须要迎娶他的养女弥生为妻 这样一来两家亲上家亲 届时卓也如果继承家业 成为一方富强 他朝祥作为老张人 自然也富以女贵 地位超然 铁马见弥生长相标志 而且也是自己的亲外生女 也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但问题是 弥生当时已有了心上人 死活不肯嫁给卓也 朝祥在圣怒之下 将这个养女关在家中 长达一年之久 才慢慢消磨了弥生的脾性 最终让他同意与卓也成婚 后来弥生和卓也生下了女儿阿湘 而跟弥生同母异父的弟弟迁太郎 则和妻子蓝夫人生下了儿子阿兰 为了继续维持两大家族的利益 阿湘和阿兰这对表姐弟 也遵从父母之命 即将成为夫妇 说来也很讽刺 法眼家族和朝子家族为了维系利益 两三代人频繁联姻 结果却导致两大家族人丁不忘 目前两大家族中 居然只剩下五个人尚存人士 分别是 弥生和阿湘母女 蓝夫人和阿兰母子 以及弥生年迈的母亲千赫 其他人全都因故离世 经田一听完卓也母亲的这番讲述后 整个脑袋都快爆炸了 这个法眼家族的人物关系 也太他们复杂了吧 小伙伴们是否也被绕晕了呢 其实大家不用费力去记住 这些人物关系 因为它们并不影响咱们理解剧情 不信你接着往下看 在告别卓也母亲后 经田一带着满脑子乱七八糟的信息 回到了案发的集野室 谁知他刚一回来 就被照相馆的年轻学徒告知 在最近几天里 又发生了两起谋杀案件 第一起案件的受害人 是照相馆的摄影师赵书 不知处于什么原因 赵书忽然再次跑去法眼家族的凶宅 结果被屋顶的一只脱落的铁纸灯座 撒中头部 警官后来认定 这只灯座明显被人动过手脚 尽管赵书头部够硬 侥幸保住一条小命 但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 嘴里还时而念叨着什么红灯泡 另一起案件的受害人 是爵士乐队的吉他手吉哥 吉哥是被人用他自己的吉他 砸死在了闽南和春雪 此前居住的郊外废弃小屋 据说吉哥再次前往废弃小屋 是要见一个人 此人就是阿湘的未婚夫 也就是弥生太太的外甥兼准女婿阿兰 对此 阿兰解释称 案发当晚 是吉哥主动约他在小屋见面 说是要当面告诉他 关于他的未婚妻阿湘的秘密 谁知 等到阿兰赶到小屋时 吉哥已然遭人杀害 李警部还是将阿兰 当成头号嫌疑人给抓了起来 清田一见病床上的诏书 一时半会儿请不来 于是便来到警局 想跟阿兰当面了解一下情况 结果刚好撞见 阿兰的母亲蓝夫人 在警局大喊大叫 声称 自己的儿子不是杀人凶手 从蓝夫人口中 清田一意外得知了一条重要信息 原来 弥生太太此前向警方说了谎话 闽南和春雪拍摄结婚照的当晚 阿湘根本不在家中 而是彻夜未归 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回到家里 并且从此以后 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弥生太太为了不让女儿 跟命案扯上关系 不仅自己对警方撒谎 还勒令蓝夫人母子替她圆谎 蓝夫人的这番话 让清田一猛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会不会 现在的阿湘 其实是由春雪假扮呢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清田一直接找到阿湘 当面对质 在她的嘴炮公事下 阿湘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不仅承认自己就是春雪 而且向清田一诉说了一段隐情 几天前 闽南和春雪跟随乐队 来到吉野市演出 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乐队抵达的第一天 闽南和春雪就偶遇了 跟春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阿湘 闽南直觉认为 阿湘可能是春雪同父异母的姐姐 于是就找了个机会 将其绑到郊外的废弃小屋 在闽南的逼问下 阿湘承认 自己的父亲确实也是卓也 并且当年冬子拜访法眼家时 正是阿湘恶言相向 将其骂出了门 不久冬子就上吊自杀 闽南对养母冬子极为依恋 总想着有朝一日 替养母讨回公道 如今罪魁祸首就在眼前 所以他想到了一个复仇方案 既然他心心念念的春雪 不愿嫁给他 何不让容貌相同的阿湘 来代替春雪呢 这样既可以报复阿湘 又能满足自己的私欲 岂不是两全其美 春雪原本不同意 敏南的复仇方案 但最终被敏南说服 就这样 春雪白天时前往照相馆 预约了拍照服务 敏南当晚则给阿湘注射了麻醉剂 并操控着她 跟自己在凶宅拍摄了结婚照 照片拍完后 敏南和春雪又将阿湘 带回了飞机小屋 当时阿湘身上的麻醉剂刚刚失效 她挣扎着跟敏南扭打在一起 结果在撕扯中 阿湘头部不慎磕上鹦鹉 当场丧命 敏南见此情景 担心杀人偿命 情绪历史陷入崩溃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她割断了自己的颈动脉 以求自我了断 等到春雪发现情况不对时 早就为时已晚 临此之前 敏南请求春雪将自己的头颅割下 连同卓也所写的诗句 一起悬挂在 仰母当年上吊的旧宅里 从小孤苦无依的敏南 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更养父仰母的在天之灵 再做一家人 可春雪只是一个胆巧怕事的弱女子 哪里敢动手割下敏南的头颅 无奈之下 她偷偷跑去拜见了弥生太太 将一切如实相告 出人意料的是 尽管得知自己女儿阿湘死于非命 但弥生太太并没有责怪春雪和敏南 甚至还答应春雪的请求 帮敏南完成遗院 并掩埋了敏南的尸体 做完一切后 弥生太太又让春雪假扮自己女儿阿湘 然后教她给警方投递了一封认罪书 意图以此逃脱警方的追查 金田一听到这里 CPU都快烧了 这个弥生太太究竟有什么毛病 竟然帮着害死自己女儿的凶手善后 对此春雪也感到十分困惑 她随后又向金田一透露了一个细节 在向弥生太太求助时 春雪曾不小心将母亲冬子 留给她的一只风铃掉落出来 这只风铃是冬子出生时 接生婆赠送给她的礼物 接生婆的丈夫是一名铁匠 所以接生婆让她给自己接生的每个孩子 都打造过一只铁制小风铃 小风铃上还会刻上孩子的出生日期和姓名 弥生太太在看到春雪掉落的风铃时 情绪瞬间变得极为激动 春雪猜测 她可能是见到这只风铃后 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冬子 因为 风铃上刻着冬子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对方出于对冬子的愧疚 这才对春雪是以援手 金田一完全不认可春雪的这一猜测 理由很简单 因为春雪本人的存在 就会让人联想到她的母亲冬子 因此 弥生太太在见到冬林后突然情绪激动 根本不是因为想到了冬子而是另有隐情 但金田一仔细查看了春雪戴在身上的小风铃 上面除了刻着冬子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外 并无特别之处 为了搞清楚各种缘由 金田一几经周折 找到了当年赠送风铃的接生婆 从接生婆口中 金田一打听到了一个令人三观乍裂的秘密 原来 冬子曾是一名弃婴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八年前 冬子找到接生婆 向其打听自己的孙世 当时 包养冬子的着野也已去世两年 而独自抚养着春雪和闽南的冬子 在走投无路之下 想向娘家人求助 接生婆见冬子可怜 便依照风铃上的出生日期 翻出了当年的接生记录 接生记录明确显示 冬子的母亲不是别人 正是弥生太太 这也解释了春雪和阿湘为何长得异母一样 因为阿湘不仅是春雪同父异母的姐姐 也是春雪的小姨 用一个更为触目惊心的绕口令说法就是 阿湘不仅是春雪母亲冬子的妹妹 而是见到了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阿湘 不明就里的阿湘 只是一位指责冬子勾引自己的父亲卓也 将其骂出了家门 经济上的困境 加上深陷伦理丑闻 让冬子的情绪彻底崩溃 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 冬生太太在见到春雪掉落的风铃时 终于意识到 丈夫卓也包养的外侍冬子 居然是自己再多年前遗弃的亲生女儿 而眼前的春雪则是她的外孙女 既然女儿阿湘死于非命 冬生太太也只能默默选择保住春雪 旅经这层关系后 荆田一大致理解了 冬生太太怪异行为背后的逻辑 现在剩下的问题 就是搞清楚冬子的父亲是谁 以及杀害照相馆老板 吉他手吉歌 以及社局砸伤摄影师赵叔的凶手又是谁 讲到这里 荆田一决定前往照相馆的暗房里看看 因为摄影师赵叔昏迷中 嘴里时常念叨着红灯泡 而照相馆冲洗照片的暗房里 刚好就装有这种灯泡 此外 凶手在杀死赵老板后 又将照相馆关于法眼家族的玻璃底片全部砸碎 可见凶手的杀人动机 似乎跟底片有关 荆田一在对照相馆暗房 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搜索后 最终找到了一张重要的玻璃底片 正是这张底片 让荆田一将脑海中一切凌乱的线索 全都串联起来 从而想通了这起复杂案件的全部真相 随后 荆田一独自带着底片来到法眼家 找到弥生太太 并当面向这个可怜又可悲的女人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一切都要从荆田一发现的这张底片说起 这张底片拍摄的是弥生在少女时遭人侵犯的场景 侵犯她的人不是别人 而是她的那位贪财好色的养父朝祥 当年 朝祥为了稳固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 想要逼迫养女弥生嫁给法眼铁马的私生子卓也 弥生当时已有心上人 所以拒不听从养父的安排 结果被朝祥关在家里长达一年之久 在这一年时间里 朝祥不仅多次对弥生实施侵犯 致使其生下女儿冬子 还特意找来照相馆的赵老板 拍下自己施暴的照片 以此要挟弥生嫁给卓也 进而掌控法眼家族的产业 朝祥死后 弥生本以为自己终于逃脱牢笼 哪知赵老板又开始利用底片勒索他 今年以此前就已查到 赵老板的照相馆当年在空袭中被毁 正是弥生注资 赵老板才得以重操就业 然而天长日久 弥生终于忍受不了赵老板无休止的勒索 所以他才利用风铃设计了一个简易机关 意图杀死赵老板了事 没想到对方命大 居然逃过一劫 无奈之下 弥生只得使用吊虎离山之计 将摄影师赵叔和学徒骗出照相馆 然后自己冲进暗房 杀死了正在洗照片的赵老板 并砸碎了关于法眼家族的玻璃底片 但却漏掉了一张被赵老板刻意藏起来的关键底片 这张底片后来被赵老板的儿子赵叔发现 赵叔自成副业 继续以照片勒索弥生 结果被弥生设计砸成重伤 而杀死其他守吉哥的凶手自然也是弥生 因为吉哥发现阿湘是由春雪假扮 并打算将这个秘密卖给阿湘的未婚夫阿兰 以此换点钱花花 不料阿兰在接听吉哥电话时 碰巧被弥生听到 弥生为了保护外尊女春雪 掩盖伦理秘密 赶在阿兰抵达现场前 用吉他砸死了吉哥 至于阿湘和敏南之死 专雪此前并没有向荆田一撒谎 阿湘是在跟敏南撕扯时 头部磕碰上鹦鹉致死 敏南则却系自杀身亡 听完荆田一的推理 弥生太太面露痛苦之色 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她告诉荆田一 自己杀死的第一个人 其实不是照相馆老板 而是自己的养父朝祥 案发当天 朝祥又打算对弥生施暴 弥生的母亲千鹤想要上前阻止 结果遭到了朝祥的毒打 弥生在忍无可忍之下 和母亲一起将朝祥推下高楼致死 好在警方最终认定 对方是失足坠落身亡 母女俩得以谋患过关 在荆田一赶来之前 弥生的母亲千鹤已受众正寝 所以 弥生此刻已了无牵挂 她只求荆田一能给自己一点体面 让她自杀谢罪 靖田一答应了弥生的请求 然后默默打碎了那张 沾染着罪恶的玻璃底片 弥生则喝下毒药 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 至此 这起涉及七条人命的诡异弥案 终于落下帷幕 如前所述 天成此前解说过多部横沟正史的作品 如玉门岛 把母村 恶魔吹着笛子来 恶灵岛 犬神家族 女王蜂 本镇杀人事件等 但今天的这部医院剖削案 无疑是其中最伤脑的一个案件 我们的文案为了履行其中的人物关系 费了老鼻子劲 希望小伙伴们看完后能多多支持哦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下期见 吧 好了 好 谢谢 好 干净 做不给你